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身相为处法 法里面包括佛法 心里面注着佛法 你也错了 你的心也不清晰了 所以佛才真的叫大至大悲 佛教给我们 法上应识 何宽非法 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 佛法要不要学呢 要学 经要念 不放在心上 心要空 心不可以忍住 心空 空就灵啊 灵就是智慧啊 心就生智慧啊 就生摄像啊 摄像是薄弱啊 心里面有一无 就迷了 就糊涂了 智慧就不能进去 心要清晰啊 我们研究间 研究不通的时候 为什么通通放下来 拜佛就通了 心清晰了 没东西了 法也放下了 没有东西的时候 他就灵光了 他智慧就现晴了 那个不通的地方自然就通了 这是礼啊 这个佛菩萨明明当中加持那是四啊 礼一四渊荣啊 礼一四无碍 如果你在拜佛 佛菩萨我这句不通啊 求你加持我 保佑我 我不通 你啊 你拜一千拜也不会通 为什么呢 你心里就有义无 你没放下 没有办法感应 经上有不同的方向 不想了 公公经经拜佛 以沉浸心去去拜 一念 一个妄念都没有 拜上个 三百拜大概差不多要一个半钟点了 心定下来 静下来一个半钟点 智慧就生了 智慧就兴权了 这个法子很有效啊 自古至今 多少人都用这个办法 所以不可以祝六成生性 法成也包括在其中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